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悲公舌尹的故事吧 东汉时有个名叫应征的人 他曾经在极限当宪令 有一次应征请一位官员杜萱到官府做客 他在客厅摆了一桌丰盛的韭菜 两人边吃边聊非常开心 吃过饭后还高举酒杯互相敬酒 当酒性正浓时 杜萱突然看到自己的酒杯中 有一条小红蛇在游动 当场吓呆了 但他不好意思拒绝长官的热情招待 只好硬着头皮把酒喝下去 然后找个理由告退回家 杜萱回家后想起酒中的小红蛇 越想越恶心 连胃都开始翻腾了起来 他想着 完蛋了 这条蛇在肚子里乱钻乱爬 我应该没救了 之后就生了一场病 身体日渐瘦弱 醒来几位医生都医不好 过了几天 应征有事来找杜萱 看到杜萱卧病在床 便问他身体不适的原因 杜萱惊魂未定地说 那天和您一起喝酒 我看到酒杯里有条青皮红花小蛇在游动 我很害怕不敢喝 又觉得拒绝您会很失礼 只好硬着头皮喝下去 回到家后 总觉得那条小蛇 在我肚里爬来爬去 想吐又吐不出来 越想越害怕 就胜了一场大病 应征听了感到很纳闷 心里想着 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回到官府后 应征把先前没有喝完的酒 重新拿出来倒了一杯 却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物 应征又走到杜萱当时坐过的位置 发现有一条小蛇 竟然沉在酒中 他抬头一看 发现墙上挂着一把红色的弓 原来酒中的小蛇 其实是弓的倒影 应征终于明白事情的原因 赶紧请杜萱来官府 应征指着墙上的弓说 仔细看清楚哦 你上回喝下的小蛇 其实只是那把弯弓的倒影 应征拿起酒杯给杜萱看 杜萱这才恍然大悟 身上的病痛立刻就消失了 应征是个具有研究精神的人 如果不是他发现蛇影的秘密 杜萱的病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 后来人们就用悲公蛇影来形容 为了不存在的事情而惊慌害怕 小朋友 心病还需心药医 有些人本来没有病痛 但常疑心生暗鬼 想出各种情境来吓坏自己 面对恐惧时 要学习当个有智慧的人 先对症下药 找出影响自己心情的原因 再用适当的方法解决不必要的烦恼 小朋友 听完悲公蛇影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 故事的原启示 应征请杜萱到官府做客 敬酒时 杜萱看到杯里有条蛇 吓得先告辞回家 过程中 杜萱想起杯中有蛇 害怕到卧病在床 应征发现让杜萱害怕的蛇影 其实是墙上的一把弓 让杜萱恢复了健康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 遇到问题要寻找真相 不要为不存在的事 而活在恐惧中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 更了解悲公蛇影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杜萱 看到杯里有蛇 会有什么反应呢 想想看 悲公蛇影的结果 会带来哪些烦恼 你有没有遇过自寻烦恼的事 当时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呢 小朋友 上面三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悲公蛇影 是形容 为了不存在的事情 而惊慌害怕 主要是用来表达 处在惊吓恐慌中 现在就让我们 一起来看看 悲公蛇影 可以怎么使用吧 看清楚 那只是一块石头 别悲公蛇影 自己吓自己 我们反对儿童看恐怖电影 就是怕他们会悲公蛇影 吓坏自己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悲公蛇影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风声鹤唳 草木皆冰 相反的成语有 稳如泰山 从容自若 从容不惑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